各位朋友,刚刚有个发展商讯和 会送一层楼给市民去抽奖, 希望市民去打疫苗 我今天先讲讲这件事, 先讲讲是否值得去抽呢? 还有抽的机会是多少呢? 我们首先纯粹看看机会, 如果打了两针的市民, 其实可能只有100万人左右, 暂时可能较到200万左右, 因为打了一针有百多万, 慢慢就会有百多万人打两针, 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去抽奖的话, 你赢的机会就百多万分之一, 但因为这件事而引发更多市民去打针, 可能到最后有三、四百万去打, 如果四百万去打就四百万分之一, 但通常不是个个都去抽奖, 有些人就不自在去这一层楼, 如果一半去抽, 可能有百多万到两百万人去抽奖, 即是百多万到两万分之一的机会, 赢的银马大约是一千万左右, 四百多尺, 如果跟六合彩比较, 六合彩的头奖都是几百万到千多万, 六合彩的机会是一千四百万分之一, 所以如果银马差不多, 今次这一个中奖机会是多六合彩十几倍, 应该多十几倍, 所以值得去抽, 尤其是如果你全家打了, 你一家去抽就会有多机会大些, 所以纯粹从机会率去计, 如果你是肯买六合彩, 你都应该去抽这件事, 当然未必抽得中, 如果抽不中, 我们说这件预期值是多少呢, 你当它如果抽中机会是一百万分之一, 你的预期值是, 那你的银是一千万, 即是基本上送十元给你, 你将一千万乘回一百万分之一, 那便值十元, 如果你说到最后四百万都要抽, 其实那样值两个半左右, 未必会有人因为这十元, 二十元那些预期值就去打针, 因为你是因为健康其他原因不打的话, 你都不会说真是去赚这件事, 我觉得最多是鼓励到一些人去, 原本打算打或不打之间就去打, 或者可能早打一次打, 早就去打, 那我先看一看发展商怎样这样做, 他有否吃虧呢, 纯粹从我发展商的角度来看, 我不觉得他会吃虧的, 因为在商延商发展商都不是傻的, 他拿出这一笔手笔, 还有做这一件事都可以计算数, 那怎样计算数呢, 如果你是想宣传你间公司, 你可以去卖广告, 如果你是想达到这个效果, 全城都是知道, 有个桌头的效果, 可能你要卖全港部将个头版才行, 或者电视都要卖一些, 可能只是广告费都几百万, 几百万, 还有这个人之所以有桌头, 就是因为你是第一个做这件事, 如果做了之后, 第二个发展商又这样做, 那他的广告效果已经没那么多了, 第三个都跟你做, 也没那么多了, 所以第一个做, 桌头效应又是高点的, 所以只是广告费, 这儿都可能是值几百万, 第二就是可以舒缓一些政治压力, 其实现在香港楼价贵, 已经引起到中央的注意, 政府亦都希望发展商让利, 发展商都有不同压力, 如果做了这件事, 其实可以舒缓一下政治压力, 亦都可以政治上表达的态度, 亦都跟政府合作, 将来做事都比较方便一点, 而且发展商都要知道, 其实他每年都有广告费的budget, 可能每年广告费卖广告, 有一千万budget是这样, 如果他送一层拿出来, 其他广告就不下, 整体的广告费不会突然多了很多, 所以发展商计过这条数才这样做, 会否有效用真的会引到全港去打呢, 我觉得暂时未必足够的, 一层楼大家几百万去抽, 始终机会都是小, 但如果几百万对年轻人来说很多, 即是一层楼是一千万, 四百多元是一千万, 年轻人最想要楼, 可能对他来说影响会特别大, 其实我相信很多年轻人, 其实为何不去打呢, 都是一个政治表态, 可能不想跟政府合作, 或者不想政府施政那麽顺利, 但你记住大家如果真的不想表达一件事, 而不想政府施政顺利, 那你应该是consistent, 即是你个人应该是坚持, 即是所有政府施政你都不应该支持, 如果这样政府派钱你都不应该收,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即是政府派钱你都不收, 这个又不支持, 你才是一个比较consistent的人, 无理由这边政府派钱你又收, 这边去做你打针你又不去打, 那不是一个consistent的人, 所以我觉得大家, 还有我觉得全世界其实现在都是去抢针, 香港我们都是有多了些针, 我们是足够的,究竟是否去打呢? 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年轻人, 大学生,大学生你接受过大学教育, 你应该是最基本的科学常识, 所以应该是看回全世界, 其实大部份西方国家, 譬如美国或英国打之后, 越多人打针, 疫情增长的速度是减慢了很多, 这是数据,这些是没得骇人的, 你说不是, 报纸说打完针有很多人死, 但大家都是用科学角度去看, 我说过了, 香港一年死四万多人, 每一天有八几二百人死, 就算今天全民香港全部人打了针, 明天都有八几人死, 那是否将这八几人死都跟打针扯上关係呢? 所以我觉得大家比较理性点看这个问题, 科学化一点,因为大家都受过教育, 不是说所有事情都是一定要跟打针扯上关係的, 还有有件事就是, 很多时候你说口头不打,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去到七月八月都应该会去打, 因为如果不打, 其实对将来的上学,出去旅行都很不方便, 比如宿舍,如果你不打, 你每个星期去检验, 每两个星期去检验, 就算学校付钱, 你都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相信有一部份说现在不打的, 就是年轻人可能到时都会打的, 年轻人我觉得第一, 用科学角度去看, 不要说政府用任何理由, 施政你都不支持, 因为这件事是对你好的, 这件事是对你保护你自己的, 第二,就算你不保护自己, 都保护家人, 因为有些年轻人我问他为何要打, 因为他家裡爸爸妈妈比较老, 或者有长期病, 所以家里两个老都打得, 如果家里人是不打得的话, 而你又无打, 全家都无打的话, 靠差感染机会就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家裡有老人家父母, 他们是打不到针的, 我觉得你都做个子女责任, 做个孙子责任都应该去打, 保护你家人, 所以打针当然都有个风险, 但做任何事都有风险第一, 第二,亦都说个人自由是否真是最重要的事呢, 其实大家生活在一个社会, 已经是要交税, 做很多事都有些规范, 所以个人自由在一个社会里面一定不是最高, 否则大家都不用交税, 如果你在一个社会上过活, 就一定要放弃一些个人自由, 对社会一些责任, 所以公共卫生我相信应该凌鸽于个人自由之上, 公共卫生应该凌鸽于个人自由之上, 即是你要宿舍, 尤其是你在学校宿舍, 你要共用很多东西, 共用浴室、洗手间、洗衣机, 这些东西如果你是自己保护不了自己, 而又传染到其他同学,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同学家既然可能迟早都要打, 那不如反正现在有个抽象, 那你就去抽, 可能这个发展商提供之后, 有另一个发展商都会提供的, 而且房子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政府做这麽多东西, 你是不去支持表态的态度, 但这个是私人发展商, 这个私人发展商去做个抽象, 如果你觉得没什麽问题就去抽, 抽机会有大个落合彩, 我觉得是可乐而不为, 所以我觉得我鼓励为了自己, 为了家人, 我觉得都是去打针,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健康是可以的话,